这一款是我们家的创意咖啡 然后这个呢 里面装的是冷脆的单品 然后我可以先倒给你试一下 单品就是单一品种咖啡豆 所做出来的咖啡 苦吗 不苦啊 就是嘛 所以很多人都说咖啡只有苦 那是错的 一个惬意的午后 在贵阳市一家台湾猛感风情咖啡馆里 店铺创始人黄文杰和他的店员伙伴 正在向客人介绍一款创意咖啡 轻松风趣的讲解 让此刻身为顾客的记者 倍感亲切又耳目一心 现年54岁的黄文杰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怀着对大陆的好奇 30岁那年 他拎着两只大皮箱 只身来到上海闯荡 在某IT行业做到了高管 迈入不惑之年的黄文杰感觉到 应该在自己的下半辈子 做点有意义的事 对此 他和妻子一拍即合 想到了开咖啡馆 随后便毅然辞去工作 投身咖啡行业 2007年 黄文杰的第一家精品咖啡馆 在湖南长沙诞生 店铺名字取自他的家乡和生日组合 Manga423 在开店之初 黄文杰就给自家咖啡馆定下一个使命 从伙伴们的自身改善提升为起始 汇集团队的感染力量 传递给顾客人情味的真诚 很多人问我 你开咖啡馆到底在开什么 我说我说穿了 我在附近中文文化 真的啊 请谢谢对不起 是我第一节培训的时候讲的 我培训的不光只是做咖啡 就像我们的伙伴们常说的 吉普根本不是在教我们做咖啡 他教我们做人 学咖啡很快啊 有标准作为流程 SOP谁不会做 但是做完一杯咖啡 他这个咖啡有没有灵魂啊 开了一家咖啡馆 那咖啡馆有没有灵魂啊 没有灵魂有什么用呢 热爱哲学的黄文杰 用咖啡箱 书箱 人情向来描述自家咖啡馆 这13年来志在传递的东西 咖啡箱意味引导顾客 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咖啡 书箱则是向顾客 讲解普及咖啡文化 人情香便是黄文杰口中的 咖啡馆的灵魂 有一年我带我们四个伙伴 去台湾玩 然后去一个面店 小面店 没人点了四碗面 点了一些卤菜 没有点豆干 但是上来的时候 一个老板娘说 你们四个人 我给你们四块豆干 你们一人一块吃吃看 我们自己卤得好 好好吃 然后我们说谢谢之后 我的四个伙伴们直接跟我说 Jeff我终于知道 你在咖啡馆 推行的这种人情为服务是什么了 对啊 四块豆干 不会花多少钱 但是他传达给客人的是一种 尊重 友善 友谊 感情 其实那个都比一碗面来的重要 但你们发现现在的社会就是人越来越冷漠 缺乏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一直在传递这个 因专注于咖啡品质 以及推行人情为服务理念 黄文杰的Manga咖啡馆 在长沙逐渐热门起来 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咖啡连锁品牌 拥有了20家连锁店 并培养出多位或国际奖项的咖啡师 因看重贵阳舒适的气候 加上妻子是贵州人的缘故 自2013年以来 黄文杰先后在贵阳开设了三家分店 店里有精锐咖啡师坐镇 黄文杰则退居幕后负责咖啡团队的培养 在团队成员眼中 亦师亦友的黄文杰 时常用他暖暖的人情味 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 就是杰夫是比较一个 我很佩服的一个人 他比较和蔼 你找他聊天 你有疑问 你有困惑 找他聊 你跟他聊完之后 你会比较豁达一些 就想 本来想不通的问题 你还想通 就我们像家长一样 以前我跟爸妈的话 沟通很少 所以说有时候矛盾会比较多 经过这么多年 下来就是说慢慢慢慢地 就是根据我对店里客人 或者是这种 然后杰夫在教我一些 怎么跟家人相处 就慢慢地变化 这些就是关系什么的 就有很多的改变 去外面消费 或者去干嘛 就是很多时候会一种 同理心去看别人 就可能一个不认识的服务生 给他说一声谢谢的时候 其实他的当天 可能工作状态的心情会好很多